2020年美国大选扑朔迷离 而普选投票结果即将在11月3日晚间发布 美利坚大学历史教授艾伦·李奇曼也已做出了他的预测 李奇曼在1984年开始预测大选 近40年以来从未看走眼 曾成功预测了9届美国大选结果 即使在2016年特朗普民调大幅落后的情况下 李奇曼也豪言预测特朗普将胜选 历史证明他又一次对了 这次李奇曼预测是谁会胜出本次选举 李奇曼有一套独特的预测系统 叫13个关键指标 如果有6个或以上的指标陈述为否定 现任执政党的候选人将会落选 如果少于6个 现任执政党候选人将胜选 2019年年底只有4个指标对特朗普不利 然而迈入2020年后 新冠疫情反种族歧视示威在数月内席卷全美 对其不利的关键指标一项增加了3个 分别是短期长期的经济预期以及社会动荡 13个关键指标中7个陈述为否定 因此李奇曼预测谋求连任的特朗普将败选 你认为谁当选会对中国和留学生最有利 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让我们序幕以待 再见